有少少的技巧 第一,記住拍照時要看光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經常笑別人 為什麼要拍照鬆鬆蒙的? 因為如果左拍照時光線不夠光的話 快門需要長時間打開曝光 就會容易手震,把照片就會蒙 當你拍容易一點照片 鬆鬆蒙的,你也勉強看到 但剛才提過,拍三張照片 要將兩張照片重點去做 將兩張照片重點去拍一齊的話 一定不能出現好三D效果 所以要注意營造時光 如果光度不是可以控制的 你就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嘗試利用手機的LED照片 雙LED照片可以做回光 提到鬆鬆蒙的機會發生 另外記住,先看看鏡頭 因為說明雙鏡頭 當然多了鏡頭就會多了機會 會髒了 如果一個鏡頭有手指摸 另一個鏡頭沒有手指摸 出來的照片都不會平衡 也都不會有一個好的3D效果 另外,其實最主要就是這件事 除了要打橫拍的之外 十個最重要就是這個 記住不要拍一些太近的東西 最佳的3D效果的距離 就是相機和主題是要拍攝50至3.5mm 50至3.5mm 50cm至3.5mm 為什麼呢? 主要照片可以很勉強的 沒有問題的 可以拍攝50至3.5mm 原理就是說 你把手指摸得很遠的話 你可以很舒服 你看到手指很清楚的完整的樣貌 對不對? 當你把手指摸得很遠的時候 除了你鬥雞而已 除了你鬥雞而已 要不然會看得到 其實手指摸得很困難的 不同的道理 你把東西摸在太近的相鏡頭上面 鏡頭都沒有辦法去處理 出到一個好的效果 所以記住在拍相片 拍相片的時候 不要拍太近的東西 是拍原身的東西 另外 拍的3D相片 你多一點層次去 我經常都笑 我有個朋友 你一拿到後 他才是拍的 拍的白色的牆 什麼都沒有 然後拍完之後 也不3D 那因為都沒有層次 本身的2G 你全部拍都不會有3D效果 所以當你拍照的時候 最好就是多一些層次 也都如果那個層次 每個層次之間的距離越遠的話 其實你會越得出那樓梯的效果 既然我們的手機 會有一個快門制 當然最好你就用快門制 換我對焦了之後 你見到要拍的東西清楚 sharp 你再長按下去拍 最後要看一看 這個來我沒有Keefe 應該講完Keefe 我可以給你講 另外 試玩的時候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例如你可以試拍場 拍影片 另外其實都是試YouTube YouTube 你當然要注意 大家知道 YouTube是一個開放的名台 換句話說 上面有很多的片 也有很多的3D片 有好有不好的 好的話 你可能看3個字 5個小時 2個小時 3個小時的話 都可能沒有人看得到很舒服 看得到很好的3D片 但是 不好的片 會有寫包單 3個小時內 你一定會找 我們怎樣找好的片 當然你可以逐一逐一試 不要緊 今天我們試試 YouTube Play in 3D 這段片 我們試過 是由一個外國的年輕人 去自己做的一段片 就可以在我們手機上 可以很清楚 很舒服 聽到一些很突出的3D效果 另外 遊戲方面 我們會建議你試試 Spiderman 為什麼呢 其實3D遊戲 3D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因為Spiderman 是最簡單操縱的那個 你可以控制著Spiderman 周圍打壞人 不像Sims 你要融成那個人 你搞得一個人來 都搞不到那個3D 所以待會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試一下 這個Spiderman 好 那麼